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麦活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19年1202啊 今天好像出了一件大事啊 马来西亚职业赛就这样的落幕了 这四张职业卡都有了主人 咱们看左边布兰登嘎里 右边是咱们的主裁派 中间是两位香港同胞取得了男子健体 和女子比基尼的职业卡 剩下两位来自中东的选手呢 取得了另两张职业卡 哇这台上男子健体的香港同胞选手啊 这可以说啊 这维度也不小啊 这不是就在昨天在预赛当中 和咱们的921李洪霄 同时出现在first callout的这位选手吗 这你说是昨天做完节目之后 你大麦哥还等着昨天男子健体决赛的成绩呢 可是迟迟没有出来 今天早上一看 喊们都炸了锅了 咋回事啊 这我去微博看了一下 好像是咱们921没有参加决赛呀 目前呢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昨天在我看预赛的时候 这个个人单独展示李洪霄的精神状态和面貌 还是不错的 也带来了自己最强的肌肉状态 当然昨天预赛结束之后 咱们洪霄呢就发了一个信息 说这个没有站在C位 可能不比了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 当时我还不知道 也是别的观众跟我说的 然后呢给我发了个私信 我一看哎呦我的心脏 咯噔一下子 我马上去在李洪霄下面留了个言 我说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把这个流程走完 千万别放弃 千万别冲动 这说实话 你大麦哥还等着人家成绩呢 看看像李洪霄这种 比较有争议的体型 到底裁判是怎么判的 你说说哎呀太可惜了 现在预赛当中 Furse Coord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之前 这十位 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首先咱们看右边右二 这不是就是咱们这次拿卡的吗 这个香港同胞吗 叫做Izac 他也在里边 他当时也并没在C位 李洪霄当时也没有在C位 我发现的问题就是 921在集体展示当中的这个精神面貌 好像有点懈怠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身体呢太过倾斜 没有像台这个裁判正面的展开 甚至我发现呢 在中途当中 李洪霄把胳膊放下来几次 好像这个posing 就没根本就没有做posing了 这个我觉得我当时看了一下 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子 你看啊 这男子健体 这个在台上的时候 一定要全程保持 这个挺拔饱满 这种做posing的这种状态 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翟姆营啊 在这个加拿大自然职业赛 一直保持挺满 就从来没松懈过 期间呢我发现脚要有几次有点松懈 让人感觉呢不是说很好 特别是裁判 哟你这这运动员怎么回事 心不在焉还是怎么回事 有点那种感觉 真的是实话啊 这是一种直观的感受 再加上整个的身体呢 非常的倾斜 你看见没有 他没有正面对着裁判 其实我觉得展示的时候 不应该有所顾忌 你毕竟你个人展示的时候 正面已经是裁判都看到了 刚才看到咱们拿卡的这个Izac 刚才也是从左二换到左四吧 右二换到左四 后来被换到相对中间的位置 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主要还是看你台上对吧 比较嘛 你得把你的肌肉得展示出来 人家才能比较才能换嘛 可以说是可能第一次海外职业赛 也可以说是有些紧张或者经验不足 也有可能 总之呢 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 这个没有参加下午的决赛 觉得有点可惜 真的觉得有点可惜 而且关键是裁判 这容易把你记住了 这选手就那个 上午那个 咋没来啊 下午 就是有点担心 怕留下不好的印象 你明白我意思吧 不管怎么说 中国运动员海外参赛呢 是吧 不是很多 这能出来参赛 能站到台上 已经不易了 所以咱们还得多鼓励 多支持 这个在这个赛场上呢 多吸取点经验啊 然后呢 为下一场比赛呢 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 取得好成绩 加油 好 接下来12月7号 有几场比赛啊 首先咱们说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 Muscle Contact 这个什么时候 巡回冠军赛 谁要参加 咱们关心的小杰尔米要参加 经过将近一年的休息 小杰尔米准备复出 备战明年的2020 这个叫什么 阿诺德赛 备战之前要参加这次 咱们Muscle Contact一次比赛 同时如果赢了 还能取得2020年 奥赛入场卷 小杰尔米最近的肌肉维度呢 可以说是也是不小啊 但是整体比例呢 还算是比较好看啊 我也希望看看这台上到底怎么看 但是我预测呢 小杰尔米应该能够顺利取得冠军 毕竟小杰尔米是奥赛 曾经是奥赛男子健体 Top 3的运动员 2016年 他在男子健体奥林匹亚赛中 取得了第三名 咱们看一下当时的盛况啊 当时小杰尔米和大杰尔米 都参加了这场比赛 当时杰尔米还称霸男子健体 小杰尔米当时的肌肉维度 可以说跟现在比 可以说差了啊 缩了至少10%吧 但是当时男子健体这种啊 裁判倾向的风格 还属于杰尔米这种风格 这个肩宽腰长骨架的啊 独特 但是小杰呢身高比较矮 肌肉胸型在这种特别八字奶的情况下 还能取得第三相当不易 而我觉得小杰可能和安德鲁啊 和呢和这个 像他们都属于这种正常骨架的 而杰尔米呢就属于那种大骨架的 然后呢胸的下胸很宽啊很厚 下眼很厚 然后再加两个宽肩板 腰很长 属于这一般人很难拥有的这种体型啊 如果这种体型很独特 虽然看起来可能好看 视觉效果好看啊 你给他冠军了 但是绝大多数可能正常人的话 没有这种体型 这你说以后要运动员参加的话 你这种裁判这种标准你不好制定啊 因为大多数人不是他这种体型 你明白我意思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如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你必须得有一个天生的一副奇特的骨架的 你才能取得冠军 这样就不太好了吧 从市场的角度讲 你这个运动就不好向年轻人推广了 你看我没有这种基因 算了我不参赛了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人教练一看 你这个你这不行啊 天生不是那价了 你算了吧 这现实中有可能发生啊 对不对 当然了咱们说杰瑞米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但是人杰瑞米练出来人就是好看 所以说他还是有竞争力的 虽然2018年没有取得冠军 2019年没有参赛 并不代表人家这种体型就没有市场了啊 大捷这种体型呢 如果在背部协方再厉害点 跟他们好像视觉感觉可能也差不多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啊 那大捷是菲律宾的 你说肖恩雷登他赞助商也是菲律宾的 当初你说肖恩雷登那赞助商 那个也是菲律宾人嘛 为啥不赞助大姐呢 对不对啊 都俩人吃老乡嘛 这事咱咋知道了 你说说 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就是在咱们亚洲菲律宾举行的肖恩雷登经典赛 种棒种棒 肖恩雷登经典赛啊 我看去年的办得非常好啊 整个的布光啊背景啊都特别让我喜欢蓝色的 我一看这producer是谁啊 不就是咱们著名的主裁判吗 Tim Gardiner啊 罗马尼亚Pro是当主裁判 JapanPro是主裁判 所以说人家呢是专门的出品公司出品的肖恩雷登经典赛 肖恩雷登肯定会参加 Jerry呢 我看到海报上有他啊 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来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应该有不少的亚洲运动员参加啊 有些运动员因为他是业余转职业嘛 现在还有些运动员我还真不太清楚啊 现在唯一我知道的就是中国健媒大将李亚强将会参加这场比赛 这次肖恩雷登呢有一场职业赛是比基尼Pro啊 然后呢剩下的都是业余转职业比赛 至于这次几张卡呢 好像还没有表啊 没写 但是咱们可以看到图上左边带方块的写着Tim Gardiner啊 这个就是他的制作公司了 然后呢 这张海报上还写了大概现场的一个展板一个情况啊 写着ProMedia和Tim Gardiner两家一同举办在菲律宾马尼兰 帅气的李亚强要参加本次比赛 大麦哥呢就希望李亚强呢能够顺利取得职业卡 毕竟呢在环球赛这么多运动员人家取得了全场第二名 所以说呢距拿卡可以说是一步之遥啊 我就希望李亚强呢在把状态做好 在台上呢把各种细节展示出来 然后呢这个顺利拿到职业卡 俗话说的好啊 是要想身体好 是健眉不能停啊 所以你看刀锋啊在50岁的高龄 刀锋还继续进行训练啊 明年三月份是不是要参加阿诺德呀 他有没有要参加呀 刀锋参加阿诺德我觉得前三应该稳了吧 来一个美国阿诺德 来一个澳洲阿诺德 中间休息几个月 然后呢是九月份的奥赛 还有十月份的Rock Show 如果没有拿到2021年奥赛入场券 再随便参加一个什么Temperport之类的 接着来呗 可以说刀锋可以说是健美活化石啊 刀锋练剑美已经变成精了 刀锋带此祝你50岁生日快乐 哎接下来小将柯恩呢 小将柯恩亮出了当时奥赛时候取得第四名的时候的状态 咱们看了一下奥赛吧 如果当时陈康啊在这个posting down的时候 如果再更加活跃一点 展示更多一点 陈康那可就是第四啊 但是小将柯恩和咱们嚼着打不了 不是嚼着不 哎不是 嚼着三世 他已经转到212去了 陈康顺位上升取得奥赛前三 指日可待 接下来是大麦哥剑煞的另一位选手啊 也是咱们有点像这个Rock 又有点像咱们的菲尔西斯两个人的混合体 也说是咱们的传统健美大将查尔斯 你看看人家多有个性 这身块背这个包 穿着一裤衩人家去爬山去了 但是在山上人还抽了个雪茄 所以我就喜欢这有个性的人啊 你说说这红香啊是真有个性 你说裁判还想再看他两眼 你说就不给他这几回啊 你说说 裁判你可以说是等你等着行教啊 大麦哥 行教 你说说这孩子我跟你说 满脑的黄药村啊 你说你跟谁学的 你是不是谁 跟我说 不是你吗 有时候啊 我跟大家说 所思话很可怕啊 达尔斯呢 19年可以说是悲催之年啊 成绩呢 不是很理想 你想芝加哥布尔取一店 Tamper布尔也没取得好成绩 结果闹得好嘛 连奥赛都没进呢 去年还建 2018年还建奥赛了 现在他是那个Redcon1的运动员 和那谁一样 和那歪搏大驾啊 一会儿说 接下来就是咱们炮轰 尤德大师 尼尔秀的咱威廉伯纳克海外网友啊 把这个威廉伯纳克2014年和2019年取得做了一个对比 2014年取得第15 2019年取得了亚军 就一对比 好多观众发现 这俩好像没区别呀 仔细看呢 手臂的维度有所增大 背部呢 有所增强 其他的地方啊 说实话都差不多 这说明这五年之间呢 奥赛的裁判风格呢 口味有所变化 这更喜欢那个 这个肌肉长得好看的 并不是呢 维度又蠢又大 这种维度了 大麦哥 我很严肃 你说谁呢 谁又蠢又大呀 哎呀 就在上个星期的 威廉伯纳克classic啊 经典赛上 威廉伯纳克在现场 做出了肌肉展示 他不像咱们这个刀锋啊 或其他运动员啊 罗里温克拉和大拉米 人家做嘉宾表演啊 上来 穿着裤子上来 现场脱裤子 人家威廉伯纳克 人家是very professional 先换好了 咱们的运动服 然后上来上场 说实话 你说你穿着裤子上来 先脱裤子 这视觉也不太雅观呢 对不对 一般里边可能 你要做嘉宾表演里边 可能运动服 可能是普通的内裤吧 对不对 你说你的 这有点啊 这小黄的 这不是碗菜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还得穿黑色的啊 千万别穿着白色的啊 这一那个啥 就很明显 你明白我意思吧 大麦哥 你挺有经验呀 哎呀 说起他呢 就不能不提到咱们的油的大师 我的奶奶这是何物 这难道已经有50岁了吗 我的奶奶原力以我同分 咱们说的不是baby油的大师 咱们说的是这位油的大师 哇 这张照片我觉得绝了 特别是歪波大将 这脖子好像照正了 他有救了 翠基 迈克 凯伦 赶快 击倒 不是那歪波大将吗 他歪波大将这边的选手 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看见这头发和这脸型啊 配的都相当的帅气 据说啊咱们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啊 特别是在这个后台的时候 咱们健美运动员 因为这个要调整状态嘛 又不能喝水 哎呀 可以说是整个的心情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暴躁啊 但是好像也没听说 谁在后台打起来 是不是失去控制 好像也没听说 只有听说是晕倒的是吧 在台上晕倒啊 直接晕到台下 接下来呢 咱们把上回陆成辉和李承哲 两个人在窄碰破 进行了一下详细的对比 咱们再欣赏一下 咱们看一下两个人的侧面啊 李承哲和陆成辉的侧面 首先呢 李承哲最明显的是 他的从上肢来看 他的斜方肌啊 斜方肌 咱们看一下这个箭头 斜方肌很大 陆成辉呢 相对来说比较的小啊 我的奶奶 画出来 陆成辉呢 就相对于小短啊 李承哲的手臂 是挺粗 你看看这多粗 我的奶奶 这多粗 陆成辉呢 虽然比得细 但是人家有曲线呢 对不对 有曲线呢 这李承哲就是大粗块啊 你看 就一个大粗块啊 对不对 陆成辉 他有曲线呀 但是李承哲呢 他粗 唯独大 这是他的优势啊 胸肌 那也明显陆成辉要好吧 而且胸肌 我特别喜欢陆成辉 这个造型啊 上次又不是说了吗 这种肌肉形态你看 加上中缝 这绝对是好看呀 对吧 这这你看看 你再看李承哲 小圆胸有点疤 啊 有点疤 没有陆成辉好看啊 腿部 我觉得好像李承哲 这个腿的 啊 臀大肌挺圆啊 陆成辉的臀大肌呢 相对来说比较别啊 如果陆成辉呢 如果再圆一些 可能就好看一点了 呃 然后腿啊 这个侧面细节 陆成辉 这这边上 这个赢了啊 赢了 但是维度输了 你看李承哲这维度 这腿 对不对 你看陆成辉 好咱把箭头去掉 你看陆成辉这腿的维度 对不对 臀大肌到这 对吧 这维度 你看李承哲这维度 啊 两个人维度啊 这个成辙赢了 嗯 小腿好像 陈辉好像差了一点啊 小腿 小腿 陈辉差了一点啊 李承哲 小腿呢 还是比较饱满的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啊 咱们就到这 把咱们不要去分享 关注 点赞 最重要的是 咱们没加入会员 赶紧加入会员啊 以后的投稿啊 咱们只针对会员了 以后呢 再给大麦发投稿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先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啊 咱们的 把咱们的会员啊 加一加 加完之后啊 告诉我你的会员名啊 你就可以投稿了 你呀 就可以上节目了 拉拉队 熊迪连 吉利团 你随便选 拉拉队成员 有机会上节目 兄弟连呢 是每月一次啊 这吉利团呢 每星期四次 我的天哪 了不得呀 你要活呀 而且呢 熊迪连和吉利团 都能享受大麦点评 这点完之后 我跟你说 你不活你都不行了 但是呢 拉拉队成员 只能享受图片投稿 没有点评 还等啥呢 各位观众们 这可是 舔刺良机呀 俗话说 要想身体好 你请喝剑里吧 要想活得快 你请加大白活呀 好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 分享 关注 点赞 下期再见 别别 发人们